哈囉,我是陸凱申特派員朱吉 今天要帶大家去探訪墾丁好玩的景點 和當地人才知道的秘境 那現在就帶你出發 到了小狗灣 這是一個當地人才知道的秘境 因為它非常的不容易找到 大條路這樣開過來 其實不太會有人發現 這個草叢裡面有一個道路 可以通往一個很美麗的海岸 那我們直接進去 走了幾步路發現 這邊路開始崎嶇不平 所以來晚的小幫手們 一定要小心自身的安全喔 到了 走下來的時間 大約花五至十分鐘 然後都是下坡的路 走了五至十分鐘的小山路後 看到了這一片大海 非常的漂亮 心情很放鬆 來到小狗灣這個秘境 這片海 還有這片天空 踩著這個白沙 很適合一個人來這邊散散步 看過去人數其實也不多 然後吹吹海風 適合工作後的小幫手啊 可以相約來這邊散行聊天 看海 好可愛 回程的時候因為是上坡的關係 所以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會比較辛苦一點 有點喘 休息一下 這邊的小山路其實真的還蠻陡的 所以如果有要來的小幫手啊 有相約一起來會比較好一點 接著要離開小狗灣了 準備前往下一個景點 接下來我們來到雷打石 距離剛剛的小狗灣騎機車 大約一至兩分鐘 然後機車可以停在外面 走路進來 下去就可以看到海了 雷打石這邊呢 沙灘的部分比較少 都是這些嬌眼 景色的話一樣很漂亮 踩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然後剛發現這邊 有一條小小的路可以走到前面 帶大家走一下 底端這邊要小心一點 因為滑下去就是海水了 景色是長這樣 這邊海水呢也是很清澈 很冰涼 要小心要小心 先走先走 雷打石的話 就是從這邊進去 繞出來 這邊就是小巴厘島 走進來後 會發現跟小狗灣的場景很像 不過這邊的話 鏡頭走個幾秒應該就到了 蠻短的 這邊呢 遊客稍閒 比小狗灣多一點 要離開了小巴厘島 準備前往下一個點 GO 接下來來到這一個點 第三盒能發電廠的出水口 那其實它就在剛剛的雷打石跟小巴厘島的旁邊而已 只要走路大約一至兩分鐘 它的海水顏色非常的特別 蠻漂亮的 接著來到了後壁漁港 今天這一趟的旅程是錯椅小幫手跟我一起來的 然後我們在這邊享用一下午餐 這一家秋家在家 春雨天是比較負面 比較多人去吃的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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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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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飽喝足後來到了這個景點叫做新沙灣 有兩座白色很可愛的小燈塔 新沙灣這邊的顏色 遠看會有三種顏色 蠻酷的 沿著這個堤防這樣走上來 走到這邊就會呈現一個新沙灣 然後燈塔 然後這邊也是有漂亮的海灘 有螃蟹 OK 這裡是陸凱森特派園 秋吉 早上行程已經走完囉 中午休息一下 下午再帶大家去一些更棒的景點 以及當地人才知道的秘境 OK 休息